美国政府日前公布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 其中包括禁止向中国提供使用美国设备在世界各地生产的特定晶片 内地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 形容相关措施是美国科技霸权一次最赤裸的暴露 对公平竞争原则最彻底的背离 以及对国际经贸规则最野蛮的违反 各文章指出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不断升级 但未能压制中国科技发展之余 边际效益也持续递减 以至华府必须扩大打击范围和力度 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的国际信用和形象都遭到实质性的破坏 美国已经不可能在超出盟友圈的更大范围 发起打压中国的联合行动 即使在跨大西洋联盟甚至美国内部 都难以形成强大行动共识 特别是美国透过单边行政指令 试图阻止非美国企业和中国进行互利的合作和贸易 连部分美国官员都承认 至今没有得到盟国跟进的承诺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参与 不单止美国的单边管制失去效力 还将会损害美国全球技术领导的地位 文章组指 半导体行业的全球分工是经过现实反复检验 证明最符合各方利益 美方想人为这样将它退化回原始状态 不得人心 华盛顿刚刚传出要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制出狠招 美国半导体企业的股价就出现集体暴跌 反映市场最真实的情绪 事实上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 任何一个理性的市场行为体 都不可能主动和中国市场脱钩 因此企业配合华府出口管制政策的意愿 势必日益低迷 令到华盛顿编辑的这一张 对华科技压制网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 更何况 美国的科技霸权主义 一定会增强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意志和能力 反而美国企业被动药出来的中国市场空白 肯定会有其他国家的企业第一时间抢占